- 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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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愛 音樂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維迪安 現在收看的是地板上最ㄎㄧㄤ 最鬧的音樂廣播節目 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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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愛 音樂 嗨 大家好 我是你們的拍名啊 DJ MEDI 楊世宏 歡迎收聽最新一期的 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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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愛 音樂 看到今天的可視電台你就知道又要訪問 在線的歌手啦 那一般來講呢 我通常在訪問歌手的時候都會 自己戴髮 自己把妝化好 今天除了妝髮的部分 我還要準備成人植尿布 在我的褲子裡面 因為今天要訪問的對象是我的偶像 而且他也是我想要達成的目標 他是金曲獎的常客 他寫了一大堆歌 他除了有賣過很多首歌 出去給別人唱 自己出過很多首專輯 而且都朗朗上口之外 他現在的Podcast 才是各個Podcast平台 音樂類型的第一名 一切都是 真真的 一切都是我想要達成的目標 跟嚮往的一個偶像 讓我們歡迎韋里安 大家好我是韋里安 成人植尿布 是安安成人植尿布嗎 是特地因為我而準備的嗎 因為我很容易閃尿 緊張的時候 就會不小心啊撇一點 你之前還有訪問誰很大咖的 你也是穿過植尿布的嗎 其實我們訪問說說說說 你愛音樂訪問的藝人都非常的大咖 我們沒有等級之分啊 哎呦跳過我的陷阱 今天韋里安會來上我們的 說說說你愛音樂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在四月底的時候 發現了自己最新的專輯 叫做 Sounds of my life 那這張專輯想要傳達給大家的概念 或想要跟其他以前的專輯 比較不一樣的點 要不要跟大家分享 所以不一樣的應該是這張專輯 最貼近我自己的生活吧 因為顧名思義 Sounds of my life 就是我生命當中的這些聲音 所以很多真的是很私密的聲音 當然有裡面有歌迷的聲音 然後有寵物的聲音 然後有這些朋友啊 同學家人的這些聲音 所以很多人說聽這張專輯 聽完覺得好像又離我的生活 又更近 很像在偷窺 就是平常我在做什麼 但是我 我其實在做專輯當中的時候 也有這樣子有時候小小的掙扎 想說這樣會不會太赤裸 對對對就是我的日常 但是後來又覺得說 我的初衷是覺得我想要把這一切記錄下來 其實我做這張專輯不是為了我自己 是為了這些聲音 我想要把我身邊這些人都 把他們做成一個回憶或是紀錄 聲音的紀錄片的概念 對對對沒錯沒錯 這張專輯我覺得真的非常推薦大家 因為其實我一開始不敢聽 因為我身邊一大堆朋友 全部都在專輯剛剛上架的時候 就瘋狂的轉發這一張 然後他們都說要從頭聽到尾 通常我聽到我朋友一直推某個人 或者推某首歌的時候 我都不敢聽 因為我怕我聽完之後 就自信心受過 是因為這樣喔 我以為說期待太高聽完 覺得也沒什麼 沒有沒有 我一直不太敢聽我很喜歡的歌手的歌 或者是去看他們現場看太久 就看到一個差不多的時候就會出去 然後深呼吸一口氣 但我懂那個感覺 比如說像我聽到娃娃的CD 或是像LALA的CD那種 喔艾依良這種 然後聽然後就說我的老天 很想要罵髒話 很想要傳訊息罵髒話 為什麼這idea我沒有想到 怎麼可以那麼厲害 或是詞怎麼可以嫌這樣 怎麼可以唱這麼好 這整張專輯給我的感覺 就是這樣子的感覺 其實我有看每一首歌的MV 就是每一首歌MV出來 歌曲音樂性什麼都完全滿分 就是完全就是非常 我非常喜歡的華語心的聲音 但是整張專輯順著聽之後 他們的力量更完整了 包括有很多這張專輯裡面 中間很多 在中間的串接歌曲之間 讓整個變成一個故事性很重的一張專輯 尤其是最後一首歌我真的是聽到 才很哭出來 真的嗎?你說Credits嗎? Credits 對 我有請所有的這個 參與這張專輯的工作人員 然後甚至是我的家人朋友這些都 都錄一段自我介紹就說 我是誰誰誰我做了什麼這樣子之類 而且聽完之後就真的會 理解這些音樂工作者對於音樂的愛 以及對他們這張專輯投入的真實的想法 對啊真的就像你 像比如說你做完你自己的專輯 這是你第一張專輯 個人專輯 對對對 你應該就可以理解到說 做完一張專輯 是做多麼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而且有多少人就是參與在裡面 很多時候 像我出道這麼久了嗎? 也十年了 就做到第五張專輯了 每一次有這些音樂人來幫我 去完成我想像中的那種音樂畫面的時候 其實我內心是覺得很充滿感激的 因為他們把這些音樂 當成自己的作品在做 尤其是我這張專輯 我完全可以感覺到 每個人有多用心在幫我 我覺得他們就是在幫我想要把 這一整個picture 對我很有意義的一件事情完成 所以我覺得我一定要把他們給一起記錄下來 這張專輯裡面用了很多sample的聲音 就剛才有提到過 就是真實發生在現實世界中的 可能是以前卡帶的錄下來的聲音等等 那都是屬於你人生的聲音 我覺得它已經超出一般音樂界工作的模式 我在做這樣的時候 我有特地的特意的跟自己說 不用太按照原本傳統唱片流程的規則 這幾年在看待音樂上面一直在想說 最大的體會啦 不只是對音樂 對於生命甚至對於工作 都會覺得說 其實真的沒有一個一定的規則 尤其是在創作領域 真的沒有規則 所以就是一直跟自己說 不用想太多 像比如說這張專輯有一首歌叫聽我的 然後裡面的吉他其實根本是我在跟朋友jam的時候 我用iPhone錄下來的 就是你聽到最後面吉他在那邊solo 其實是用iPhone錄的 就只是在紀錄那個當下 可是那首蠻澎湃的耶 非常非常的猛 然後但是我後來決定還是放那一段的原因 是覺得說那個氛圍很棒 那剛好又符合專輯的主軸概念是紀錄這些聲音嘛 所以這也算我生命中的聲音 我就是跟朋友玩音樂的那個東西紀錄下來 很有機的維里安的作品 對 那當然以傳統唱片工業就會覺得說 這不精緻啊 或是痛苦不好啊 這個應該要進錄音室怎麼樣的 但是那些都是工具那些都是技法 我覺得最後最重要的還是說 這首歌或是這張專輯 這個音樂作品你要傳達的故事是什麼 其他這些都只是附加在上面 然後有時候因為音樂做久了知道 會有些音樂人或是有時候我也會掉入這樣科就 就會覺得說 一定要怎麼樣怎麼樣這樣聲音比較好 或是怎麼樣的 有時候反而要讓自己去打破那樣子的 規範框架 對對對 所以這張專輯才會比較的 讓人家覺得說 欸怎麼就是一個不一樣的感覺 對 而且也是有這些聲音才讓觀眾更容易被帶入 因為就好像他們日常生活中聽到的聲音 也有出現在音樂作品裡面 就是大家耳朵都會知道這件事情 但其實我一開始覺得這個決定有一點小冒險 就是把自己日常生活的聲音放在裡面 一我可能 我那時候在想說 大家會不會覺得很吵 然後二是說這些東西太個人了 就是這是我的外婆 會不會太自私一點的感覺 就是我不知道聽眾會不會進得去 就會覺得說這個聲音與我無關 我可能無法有共鳴 但是出無意料之外就發了專輯 其實很多人都說 欸其實超有共鳴 那就覺得說 這是一個 有點像讀一把然後成功的感覺 但是 我在做的時候 雖然腦海這樣想說 大家會不會get到 但是心裡也有一個聲音是說 不用管別人 有沒有get到 就自己做下去就對了 對 因為我的 真的就像剛剛講的 我內心真正的目的是說 我要把這些人都記錄下來 我不管 這是一個很任性的決定 真的把它從頭到尾聽完之後 你會更了解威廉安這個人 或者是你會更了解你自己 你會想要跟自己身邊周遭的 更多的人 產生更多的連結 我覺得這是這張專輯 給我的一個感覺 我收穫到的部分 今天我看一個新聞 特斯拉的CEO 他 對對對 然後他有另外一間公司叫SpaceX 然後他們跟NASA 發動 火箭 火箭 就是去國際太空站 這是第一次有民營團體 發射火箭 然後這件事情讓我想到說 NASA有在不定時的寄一些 白金唱片上太空 而且他們唱片好像是用純金 還是某種特別的元素做的 就不會氧化什麼 然後外星人如果收到這些唱片 就可以播出來聽 了解地球是一個什麼地方 這就是我對這張專輯的感覺 這假天啊 莫大的榮幸 我覺得他完全可以上太空 讓外星人聽著你這張專輯 我覺得這張專輯是人類的聲音 是人類聲音 他是愛的聲音 然後他也是貓咪的聲音 外星人就會知道 原來地球是一個被貓佔領的星球 大概是這樣子 你平常創作有自己的 什麼特別的習慣或偏執 就覺得你的歌一定要達到什麼樣程度 我才可以把這個demo寄出去 其實我以前的demo超級rough 就是我連自己編曲軟體那些都不太會的時候 我用一個USB麥克風 直接然後有時候是直接彈唱 然後有時候比較好一點 當然就是吉他跟vocal分開錄那種 但是我記得以前有寫過一個demo 然後我交出去 然後後來我 因為那個時候我的企劃跟我首歌 他就說你那demo後面還要比掉到地上的聲音 然後歌手聽了就說他很窮嗎 就是怎麼還就是品質造成這樣 所以那後來慢慢慢慢就覺得說 至少要有個樣子 結果我去參加創作營嘛 就Muse 然後發現說其實跟別人和諧是一件 蠻...就輕鬆蠻多的事情 因為有人會幫你編曲變好 所以你那時候是報名就是 Topline就是作曲的部分嗎 對...這樣比較輕鬆 所以另外這就是為什麼我一直很想回去的原因 就是在那寫歌真的好 就像天堂一樣 然後大家都很...大家都很chill 然後最辛苦的就是製作人 沒錯...然後去把它完成 但所以像你現在寫demo你都要自己完成嗎 對...還是你有...還是有約大家一起和諧這種的也有 其實在創作營之後大家都變好朋友 所以大家三不五時就就一下就一下 會約約嗎 在自己的作品我還是喜歡自己一個人完成這些東西 然後那些demo就會聽起來 意識到基礎基礎 我懂我懂我懂 我懂我懂 所以我現在寫歌 其實有一件事情是一直提醒自己的 其實是說 不用...先不用judge 就在寫的過程中不用去批判 對...就是就算是不好的... 就是你覺得不好聽的歌也還是把它寫完 或是寫出來 重點是先有作品這件事情 因為以前我會覺得說 我坐下來我就要寫出一首好聽的歌 然後久了以後壓力超大 久了以後就覺得說天啊坐下來覺得... 然後為了調一句...一句話的旋律然後在那邊想半天 沒錯...然後就會變得... 反而變惡心循環 後來會變得說寫歌好像是一件壓力很大的事情 就沒那麼好玩 反而就會覺得說啊...就拖延啊 我今天我有靈感再開始寫那種 有道理 對...但是現在我會跟自己說 沒關係你就寫 有什麼東西就寫 因為反正寫完之後 你也不一定要給別人聽嘛 但就是一個...就是一個累積 而且在寫的過程是會磨練比如說編曲技巧 你的一些想法跟東西 就是寫歌是一個...我覺得是一個技能 就是skill 每天每天練的話 它會越來越進步 所以不能太...不能隔太久再寫歌 我記得我以前有時候隔很久的時候回來再寫歌 都會想說 喔天啊...Logic要怎麼用 突然間又要重新 欸這個我已經有點忘記 那如果... 很常會忘記 但是如果每天每天做這件事情的話 其實就會越來越熟練 所以現在有點強迫自己去做這件事啦 那...轉念它就會變得...寫歌又變得很好玩 因為你就是可以亂試 愛寫什麼就寫什麼 然後...之後再...過幾天再看這首歌 有哪裡真的需要...如果真的要用的話 對...然後我也想到我最近我朋友跟我講一句話 我覺得超級棒 必須要給credit 是陳大天跟我講的 但好像是他朋友跟他講的 他就說 有作品就是有作品 沒作品就是沒作品 我覺得這句話真的超棒 是不是大天會講這種話 哈哈哈哈 也是他朋友啦 但是我說你這句話真的是太棒了 真的太屌 就是...它可以弄到很多層面 比如說像我們寫歌這種東西 你寫出來 至少你寫出來你還有機會修 對...如果什麼都沒有寫 你就是浪費了一天 對...然後你也就是...就是沒有作品 那...回到就是比如說 好我作品做完了我推出專輯了 然後專輯出來之後 當然會有很多的評論 對...但是這個時候就可以對這些評論 就想說 啊...至少我有作品啊 對...至少有一個東西跟他建議 對...因為作品會留下來 評論不一定會 對...所以最重要的其實是 你有沒有作品 不管這個作品被人家批到多慘 至少你...你做出來了 你就是一個創作者 剛才那句話完全就是金句耶 作品會留下來 評論可能會消失 對...對... 好...我等一下回家就立馬來寫個歌 好...好有力量喔 對...讓我自己有點... 哈哈... 今天除了跟... 威里安聊一些有關於這張 Sounds of my life 這張專輯 音樂以外呢 也要讓大家有更多機會 可以了解更私下的威里安的生活啦 嗯... 一個藝人要經營一個賬號已經夠累了 對... 可是你是不是有經營第二個賬號 Instagram上面好像有另外一個賬號叫做 Waybird's Hands 所以那個賬號裡面就全部都是你的手的照片 對...就都是我的手這樣 等一下...是你個人在做那個Instagram 對...那個是我自己開的 我就想說如果...如果那是別人在做Waybird's Hands 好像有點母堂 有點creepy嗎 黃標的味道跑出來了 黃標 但是其實真的...從書到... 或是其實我高中的時候就有同學說 哇...你手真的還蠻好看的 就是現在不管...就是有時候我們上一些通告 大家會說啊...你會有一個問題 你最滿意身上哪一個部位 你都會很自然的說手 就是這個才算自己蠻有自信的部分 我可以跟你的手握一下手嗎 可以...可以... OK...讓我感受一下 哎呦... 哎呦... nice to meet you 我在感受他 感受... 你手在抖... 因為每天碰到偶像的手還可以抖一下 因為我自己有摸過很多... 等一下...這句話怪怪 我自己有跟很多藝人握過手 因為之前我在做我自己的作品的時候 很常會來唱片公司 就有一些藝人來開會什麼 然後就會介紹 然後我同事就會說 你們要不要握一下手 所以我握過無數人的手 我剛才摸起來的感覺是... 有剪啊...有點粗糙 就是音樂人的那個記號 對...比如說手指頭這邊是彈吉他嘛 長剪 然後手這邊就是...還是有運動嘛 打球的... 這些就會長剪這樣子 我覺得有一種... 媽媽的... 嗯... 媽媽手的感覺 媽媽手... 因為...滿溫柔的 可是...很厚可是很溫柔 這大概是我對威蕾安的手的評論啦 所以如果你自己要有自己的評論的話 就去想辦法跟他握到手 或是follow我的... 而且手指的人設就會比較... 就會比較... 比較... 比較北藍一點 講話比較直接 或是比較槍那種 覺得都OK啊 因為是手在講 因為你手指頭比例算滿長 你是小時候學鋼琴嗎 也沒有...可能是遺傳 然後我覺得也跟職...怎麼講 也不能講職業傷害 就是我左右手比起來啊 我真的這樣子... 這樣子弄起來 你自己看 喔 左手比較長 對 我覺得就是因為彈吉他 彈吉他 因為...因為每... 因為要一直這樣子 手要伸要爬格子 我覺得真的會 我覺得真的會 而且我看過... 好像有一點點 我看過別的吉他手 就是那個... 小楊 小楊仲誠楊老師 他的... 我記得當兵的時候 他就給我看過 他就是真的左手比右手 而且長很多 因為他更彈嘛 所以... 手要擴張得更大 天啊... 天啊... 對對對... 所以就是... 這是一個有趣的小地方 那平常有在用護手霜嗎 其實... 其實沒有耶 手的這個部分 真的是天生麗質 跟臉差超多 哈哈哈... 不能分一半給我的臉嗎 你知道... 我們... 很常常有同事 就是... 他們知道我要訪問你的 之後 然後他們就秀他們手機的照片 然後就說 你看維莉安那天好帥什麼的 哈哈哈... 然後我就想說 OK... 拍馬屁也不用拍到 這種角度 還跟我講 哈哈哈... 是誰我就不方便說 因為他們是跟蹤狂這樣子 跟蹤狂... 哈哈哈... 大家如果還對 所以... 威利安的手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去搜尋這個 Waybird's hands 你就會看到更多 威利安手的照片 所以... 現在通告太多 因為你上了無數通告 對... 應該會...之後應該會破敗 聽說... 破敗... 有可能...快要了 快要之前... 之前八十幾個啊 天啊... 之前還有發稿 我上了八十幾個通告 真的... 我覺得... 我們現在... 現在是幾月... 六月... 現在有人說 啊...四月底你剛剛發專輯 我想說... 怎麼好像發了半年一樣 因為真的... 五月... 從那個時候開始真的是通告 每天... 每天大概兩三個起跳這樣子 幾乎... 然後我算... 我記得五月... 大概每個禮拜會休一天吧 就至少... 就是會休息 還是會... 排一天休息 硬排... 因為不排真的會... 會死掉... 真的會死掉... 那你在那一天之內 大概的行程會是怎樣 因為那一天的前一晚 可能就會約Muse的朋友 跟大家出去聊天啊這種 放假的那一天 反而會變成說 可能會睡... 比較晚一些些 然後起來就是... 趕快做家事 就是... 衣服趕快洗 因為一個禮拜當中 真的沒有什麼時間做 洗衣服啊 然後什麼該做的一些事情 什麼該買的東西 趕快去外面採購這種 然後天氣比較好一點的時候 我最近會出去滑滑板 我去年底的時候 開始... 開始跟... 就是跟朋友借滑板 然後就學... 怎麼去滑板 我滑的比較像... 偏長板 長板跟短板... 短板好像比較多做特技 然後長板是做... 他們會很... 有些是在長板上面 跳舞還是走動那種的 對... 可能有看過類似的影片 有... 對... 就是玩法不太一樣 那... 所以大家下次如果去河濱公園 看到有一個人在... 航行... 巡航... 有可能就是我... 有可能就是我... 對... 就板車啊... 就拍MV... 對... 對... 是板車啦... 而且腳超痠... 比站板車還痠... 真的很痠... 但是... 我覺得它好玩在... 我想一下... 我會邊聽音樂... 我覺得... 邊滑板邊聽音樂... 很chill的音樂... 那種R&B啊... 這種的... 或者是很... 很... 很high的歌... 對... 然後邊滑板會有一種... 又... 又有一點那個速度感... 對... 然後天氣如果是好的... 然後剛好又有一點風... 就是它有一個速度... 就會很舒服... 很舒服... 然後又覺得說... 看河邊景色啊... 很漂亮... 就有一種放鬆的感覺... 可以透過這些事情更了解... 威里安啦... 畢竟... 之後... 之後還是會有一些通告... 然後... 我想之後... 也會慢慢比較多時間... 真正可以... 希望... 好好的放鬆... 嗯... 吃宵夜的頻率... 因為你的... 你的IG帳號實在是有點罪惡... 對... 對... 之前的... 其實現在比較好了啦... 以前還蠻常PO的... 就宵夜文... 以前有工作更忙的時候... 那個時候... 很常在宵夜時間PO這些... 很罪惡的東西... 對... 主要是... 主要是因為... 有時候我真的是那個時候才下班... 嗯... 就有時候我們上宣傳通告什麼... 下來就9點10點... 然後才... 才終於可以... 可以吃飯... 也沒有餐廳可以吃... 就是要外帶回家... 對... 然後宵夜...又覺得想要犒賞自己... 因為你整天工作... 超辛苦... 對... 然後就... 剛才要被主持人蹂躏... 對... 對... 沒錯... 現在就在想等一下要吃什麼... 對... 但就是... 就是開始跟大家分享... 然後久了以後發現... 就是大家也... 很多人說什麼樣的歌手... 會有什麼樣的歌迷... 結果我發現我的歌迷也是蠻... 蠻被虐狂的... 就大家嘴巴上面說... 又PO這個... 然後什麼什麼... 但是大家就又很愛看... 對... 就比如說一兩天沒PO... 突然大家就說... 今天怎麼沒有宵夜文... 對... 這種的... 然後就覺得說... 喔好吧... 那就PO... 但最近比較... 比較收斂了啦... 最近我反而是... 分享別人的宵夜... 就是說... 天啊看好想吃... 因為宣傳期還是要有點自律嘛... 對... 然後Instagram上面... 我自己又很手見... 就是... 就是follow一些帳號... 比如說叫什麼... Instapizza... Instacheese... 那種... 超罪惡... 他都會... 他會拍... 他會拍... 那個在做的過程... 然後或者是... 做完... 然後Pizza出來... 然後他這樣切切切... 然後拿起來... 然後那個起司... 然後就覺得... 那我推薦你另外一個... 標籤可以搜尋一下... 喔... 那很可怕... 這個陳大天... 最近才一直在跟我炫耀... 他的Instagram story... 也一直po... 結果他去台南... 他一直跟我說... 台南很...很厲害... 然後我很想要去玩... 你喜歡吃什麼類型的效應... 我發現我去夜市... 很愛買... 第一不喜歡排隊排很久... 第二不喜歡說... 點完以後我要等很久... 所以我好像偏... 甘滷味跟那種蜜汁... 食元燒烤這種... 鹹水雞... 鹹水雞... 對...對... 有時候要什麼時候... 好夾夾夾... 剪一剪... 就可以拿了就走... 比如說你去餐廳吃飯... 你會一直瘋狂嘗試... 哥倫布探索新餐廳... 還是就是... 你會找到一間你真的很喜歡... 然後就... 幾乎... 一直都會去... 其實... 我好像偏... 偏去... 保險的餐廳... 因為我很... 因為其實我... 我其實是... 我每天都是斷食法... 就是十六八... 所以我每天大概吃兩餐... 所以只要有一餐不好吃... 我就會生... 很生氣... 好不然有機會吃到東西... 怎麼這麼難吃... 對... 我不想要踩到雷... 所以就會... 好像... 自然而然... 反而就變成說... 沒有那麼... 敢去嘗試新的餐廳... 但是有可能還是會... 還是會看到某幾間看起來還OK的... 可能心血來潮就去吃一下... 但是大部分的時候可能會想說... 好今天午餐大概要吃什麼... 晚餐要吃什麼... 這樣... 因為我是台南人... 然後你是台中人... 都是北漂青年的狀態... 就會找到一個... 真的讓你很... 投入感情的一間餐廳... 然後裡面的人都認識你的狀況... 你點起來就會覺得很溫暖... 有回家的感覺... 對... 那你這樣剛來台北的時候... 會不會覺得每一間都不好吃... 會啊... 你的家鄉味的... 有嗎... 你以前有分享過嗎... 沒有耶... 我超好奇的... 可是我覺得台北的餐廳... 普遍都很好吃... 台南是小吃... 對... 台南是小吃都非常好吃... 對... 然後台北市只要是... 大概300塊以上的餐廳... 基本上就不太會有什麼問題... 這一定啦... 我自己覺得... 有一家很好吃... 可是它沒有店名... 是我... 我以前讀台北醫學大學... 喔... 所以在那附近... 對... 它是在我們學校後門出去... 裡面一個小巷子... 然後就是家庭式的麵店... 北醫... 所以是無心街那邊附近... 對對對... 沒有招牌的... 然後周圍其實也沒有什麼餐廳... 就只是他們家... 開了一個... 這麼家常... 對... 然後... 我們同學都叫他阿婆乾麵... 阿婆乾麵... 然後... 好像可以收一下... 然後我每天去吃... 我認真每天吃... 我大二的時候... 因為我自己蠻挑的... 所以我不太會去什麼新的餐廳... 然後我第一次看到那個餐廳... 就想說... 這是家裡... 人在做的感覺... 我不太想要試... 我還寧可去買一些... 比如說Seven的... 可是一試就... 完全屌住... 然後我曾經有... 連續大概三個月... 每天都有吃... 然後... 所以他選擇很多嗎... 還是他只賣乾麵... 我只點一種... 我只點乾麵湯麵... Oh my god... 好好吃... 是喔... 能被台南人推薦... 對... 好像很厲害... 可是... 沒有什麼意義啦... 因為我推薦我朋友... 我喜歡吃的東西... 他們都說很難吃... 有時候我不敢試的話... 我會跟朋友一起去... 然後... 比如說... 我們就點不一樣... 我吃吃看他的... 我吃吃看你的... 對...好不好吃... 那我搞不好下次可以... 下次就可以... 對... 畢業之後... 就沒有住在那裡了... 所以... 我... 過了大概兩年吧... 然後... 終於有一天... 我跑去那家麵店裡面... 然後我就坐下來... 因為以前我坐下來... 就是... 阿婆... 她就會知道我要... 都認得你了... 然後我坐下來的時候... 她就說... 欸... 請問先生你要什麼... 天啊... 以不認得你... 然後我回家哭了三天... 沒有那麼誇張... 我真的是有被... 打擊到... 不會啦... 變帥了啦... 一定是... 一定是... 全裝法的狀態去吃... 對不對... 欸... 帥哥吃什麼... 主持人維里安跑出來... 對... 對... 喜歡維里安的粉絲一定都會知道... 然後包括有在使用Podcast平台的粉絲們... 一定都會知道... 維里安有自己的Podcast節目... 叫做... 維里安跟你鳥鳥天... 對... 鳥鳥天喔... 飛的那個鳥... 然後... 呃... 這個節目通常都是找... 音樂上面的朋友... 嗯... 不管是歌手或者是樂手老師或者是... 任何跟音樂產業有關的人... 然後來討論一下... 生活跟音樂的部分... 對啊... 或是他的心路歷程啊... 他有沒有什麼建議這種... 或者是問他說... 欸...你去荒島你要配什麼書跟CD... 對... 就會問這個問題... 又來這一題... 對... 主持的節目跟歌手... 你覺得有什麼樣不一樣的地方嗎? 喔...超級不一樣... 當主持人跟歌手... 就是兩回事啊... 就是兩回事... 但是... 還好我覺得... 我沒有把自己很定位成... 我就是主持人... 嗯... 我把自己定位成說... 我是一個朋友... 就是我想要跟這個人聊天... 我會想要聊... 什麼東西... 或是我對他好奇... 什麼... 朋友很久沒見... 然後... 對...或是認識一個新朋友... 有時候是真的沒有很熟的喔... 就來... 就是... 就我硬去撐... 比如說什麼... 欸...小馬老師... 小馬老師... 讓我問一下... 或是聊一下這種... 就應約... 然後就... 就應問... 就是... 就是所有的好奇... 當然...比如說像... 請製作人的時候... 比如說像健騎老師... 嗯... 有時候... 或是葛大寫詞這種... 然後就會... 就會想說... 欸... 那我有什麼... 真的很想要問的東西... 喔...情義的地方... 欸... 你怎麼看在製作這件事... 比如說健騎... 我忘記我們問他說... 欸...為什麼你可以工作那麼快... 就是... 暗量大到... 大成這樣... 然後就什麼東西都可以... 就是很... 就是... 他感覺他每天有大概... 48小時吧... 對... 除了流行音樂... 他還可以做劇場音樂... 然後還可以做配音樂... 還可以做定配音樂... 對... 就是... 怎麼會那麼多時間... 可以善用... 然後... 就類似這種啦... 就是碰到一個新的人... 我可能都會... 現在讓... 就是... 這... 這其實也是我偷學來的技巧啦... 就是Larry King... 你知道Larry King... Larry King很有名的主持人... 很多人就... 他那時候退休... 然後有人就問他說... 為什麼你可以... 就是...都訪問得這麼好... 然後他說... 他只有一個... 他不能講訣竅... 他說... 他就是一個... 充滿好奇心的人... 就是... 扮演一個... 充滿好奇心的人... 去問... 所有你想要知道的東西... 對... 就是把自己當成一個... 有點像小baby嘛... 或是這種... 就覺得說... 什麼都不懂... 就是... 欸... 那為什麼你要這樣... 像我剛剛問你說... 欸... 那所有台南人... 你會喜歡什麼... 對... 類似這樣子... 所以... 那為什麼一開始... 你會想要做... Podcast... 這個訪問... 其實... 一開始就是... 大家都覺得... 我... 沒有什麼生活... 蛤... 你說工作人員嘛... 對... 我的同事們就說... 楊壽你的IG跟FB好無聊... 我懂... 我也被講過一樣的事... 宣傳照或者是什麼... 活動照... 對對對... 然後裡面都是資訊... 大家不想看這種東西... 就要有生活的... 可是我生活就是... 頗無聊啊... 所以... 我就是... 我完全... 一樣... 我就想辦法在生活中... 找到我可以切入的點... 然後才有辦法寫出歌... 所以... 我有趣的地方... 全部都在歌... 都在音樂裡面了... 對... 一樣... 我也是... 我覺得... 也太累了吧... 然後... 他們就叫我要... 做這些事情... 然後想說我到底可以幹嘛... 我不想要... 每一次... 還要... 花很多時間裝髮... 或者是... 花很多時間準備一些東西... 然後就算了... 我就... 放一張照片... 然後我就錄一些音... 然後... 就講說... 這張照片是什麼故事... 或者是我小時候... 發生什麼事情... 這還滿好的耶... 最一開始是... 最一開始是這樣... 那時候叫做... 歲念... MIDI揚手的... 碎念事件... 很棒耶... 然後就講了一大堆... 很垃圾的... 無用的事情... 然後殊不知... 大家好像... 反應... 還不錯... 對... 然後... 後來才有機會... 到時候說... 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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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愛音樂... 也要感謝蝦老闆... 撥一下蝦老闆... 願意賞識... 小弟我一個... 工作機會... 很棒啊... 開發出一個... 新的主持人才... 而且我們剛才在... 在節目之前... 有討論過... 就是... 關於... 減音檔... 這件事情... 對... 你通通都自己處理嘛... 對... 因為... 你也是嗎... 很想要找外包... 外包... 很想要外包出去... 因為其實... 我知道... 像你會把一些... 比較融的或什麼... 你會再修剪嘛... 像... 像我就比較... free... 我...我頂多會修剪的是... 有人... 就是... 出口成章... 或是...就是... 爆出口... 或是我自己爆出口啦... 或講什麼不OK的... 剪掉或是消音... 大概就這樣... 然後就是... 完整的... 可能就是... 四五十分鐘... 有個開頭結尾... 就...就這樣... 可是我們節目就是... 走一個... 就很... 虐耳的路線... 虐耳... 因為我們除了就是... 比如說有訪談啊... 除了有介紹音樂之類的... 我們還會有其他的單元... 就是... 有點像是... 比如說ASMR... 然後我就要... 必須用ASMR的方式... 開像一個什麼東西... 這樣子... 然後就會故意把它弄得很色情啊... 或者是... 夢境無燈獎... 就是分享網友投稿... 投稿的夢境... 然後把它做成有聲書... 所以就要加很多音效... 有點像小劇場的感覺... 那個後製你要自己做... 音效跟那些的... 對... 一直喬喬喬... 而且... 有的時候就是... 你突然想到一個笑話... 然後你... 講出來這個punch line之後... 那個節奏不太對... 哦... 你要再把它剪一下... 我都沒有在care這個耶... 我覺得整個超free的... 就頂多聲音爆掉... 我把它拉下來... 我前日才跟... 曾沛池跟郭靖在那邊錄... 然後削伯... 一開始上來就... 然後這樣... 好好好... 隨便... 爆掉就上去那樣子... 所以大家就知道... 要出一集... Podcast節目... 不管是... 維莉安跟你聊聊天... 還是... 碩碩碩碩碩音樂... 我們這些Podcast組成... 真的是... 用盡自己的生命... 跟聲音耶... 時間成本... 花滿多的... 大家... 拜託... 來聽聽看Podcast節目... 多分享... 多聽... 通勤的時候... 聽一下... 洗澡的時候... 聽一下... 什麼時候都可以來聽一下... 做菜啊... 做家事啊... 洗衣服啊... 都可以耶... 一邊看維莉安的手... 然後一邊聽... 維莉安的聲音... 雙重的享受... 大家不去做嗎... 維莉安手的聲音... 這樣可以啊... 你可以做一個... ASMR... 可是我覺得會很容易黃標... 有種這種趨勢啊... 之前有聽過你在節目上提到... 你其實是一個非常... 包括從剛才... 討論的過程中... 可以感受到... 你其實... 有很多內向的成分... 在你自己心裡... 那... 就因為通告這麼多... 然後又要宣傳自己的作品... 歌手們就是... 勢必要拿出他們自己的... 外向或活潑的一面... 給大家看到... 我之前聽你節目你說... 突然到某一個時間點... 你忽然... 有點開竅了... 就知道要怎麼面對媒體... 或者是怎麼樣回答問題... 那... 有沒有什麼特別印象深刻的事情... 讓你覺得... 原來這件事情要這樣做... 其實都是... 我覺得它都是一個... 慢慢慢慢... 小小的累積... 我要說真的有一個時間點... 大概是我在... 第三張專輯的那個時候... 就是狼的那張專輯... 有所謂... 然後我們有一個新的同事... 然後他... 他是很資深的媒體人... 那他那時候... 剛跳來唱片公司... 他就有... 我從他身上學到很多是說... 從媒體的觀點... 怎麼去看歌手或是藝人... 或是看一個訪談... 就是他們需要的是... 是什麼東西... 什麼樣的... 講什麼話... 會比較讓記者會注意到... 對... 或者是... 理解說他們的工作狀態是怎麼樣... 那那樣就會有比較多的同理心... 那再來一個是... 他就... 鼓勵我說... 其實你私底下的樣子... 很棒... 因為私底下其實就是... 大家現在看我怎樣... 就是... 跟朋友聚在一起的時候... 可能就會是... 就是很瘋啊... 這種之類的... 他說這一面其實很好... 他覺得... 很自然很可愛... 可以多放一點出來... 那... 因為以前的我... 我覺得比較收... 或是內向... 尤其是面對媒體... 會緊張... 因為會覺得說... 我怕講錯話... 就是那條線到底在哪邊... 所以大概是那個時候他... 有點像是開... 就讓我有點開笑... 就是說... 好...可以試試看... 那... 第一次試然後就... 反應還不錯... 然後我放一點比較... 大家... 意想不到的說... 欸... 微理安原來可以... 這麼的... 活潑或是怎麼樣... 欸...什麼意想不到... 慢慢慢慢... 到這一章的時候... 到這一章的時候... 我覺得有經歷一個通告... 是... 有... 有讓我... 欸... 瞬間又... 哪一個... 然後我們也有錄一個影片嘛... 清風整個就是... 大打開... 他本來... 我覺得他跟以前比... 也有完全... 就更打開一些... 然後... 我記得那個通告算是我已經... 因為你看我離上一張專輯也隔了三四年... 所以我已經很久沒有上通告... 所以有一點... 準備要暖機的狀態... 所以我也是有點... 也有點緊張... 因為他... 因為他來... 上Podcast... 就覺得說... 我要好好訪問... 不能跟人家... 就是... 覺得說怠慢... 或是怎麼樣... 所以就整個人很緊繃... 那沒有想到他就是... 整個... 很放開的狀態... 當然那一次我覺得... 我可以表現得再更好一些... 但是... 事後我的同事就跟我說... 欸...你有點... 有點緊張... 有點緊這樣子... 對... 然後心裡就想說... 喔...好... 那我就跟他們說... 我需要一點時間啦... 我要暖身... 然後... 暖...暖...暖... 暖...暖... 那樣子那麼over... 然後就覺得說... 嗯...好... 我可以... 大概到什麼程度... 我知道這樣... 其實大家是覺得很有效果... 很棒的... 我覺得跟... 你一起上通告的... 或者是... 訪問你的主持人的狀態... 也會影響到... 你自己的表現... 會... 會... 我覺得這件事情超神奇的... 比如說上一次我訪問張宇農... 然後... 張宇農的口頭禪... 是... 這樣子... 然後後來... 後來聽我自己... 在講Podcast的內容之後... 我發現... 我就一直在這樣子... 所以這張專輯就是這樣子... 這首歌... 這樣子... 然後我想說... 天啊... 我整個... 會跟身邊的人一起共鳴的感覺... 那這樣蠻棒的啊... 所以你才會變成創作人啊... 因為日常生活這些東西... 都會讓我們... 有感覺... 對... 因為我也會... 我發現我也會... 然後... 而且我會... 依照每一個訪問不同的氛圍... 會去做調整... 因為比如說... 有時候是真的就是... 嘻嘻哈哈這種... 然後有時候是比較深度的訪談... 對... 感覺就出來... 對方就比較正經一點的... 這個時候我就會... 收回來... 就會收回來... 好好講... 這張專輯其實是怎麼樣... 怎麼樣... 其實也... 也跟... 上台會緊張的... 那種狀態一樣... 就不要怕出錯... 然後... 想辦法感受一下周遭的... 氣氛... 然後... 只要表現好自己... 就...就好了吧... 耶耶耶耶... 很類似很類似... 就是那個... 能量... 那個... 我覺得很... 奇妙... 就當然... 因為我出道久了... 所以就是... 慢慢慢慢... 比較可以掌控到... 就經驗多了... 就會知道說... 現在的氛圍比較... 比如現在比較乾... 那我可能... 可以幹嘛... 或是... 現在的氛圍... 有一點太high了... 我應該要收回來... 我可能有一點... 小over... 這種的... 就會自己感覺得到... 但那是經驗啦... 都是從經驗... 累積出來... 所以才讓... 維莉安的Podcast... 可以穩坐... 各式... 各式... Podcast平台的... 音樂... 版面的第一名... 因為我們節目... 也是走音樂路線的啦... 所以希望有一天... 可以幹掉維莉安... 可以... 互相feature... 要不然你也來嘛... 你來聊聊天啊... 我們來聊一聊... 可以聊更多... 你最討厭被問到什麼問題... 這個問題問太多次了... 或者是... 我根本就講不出來... 你問問... 宣傳集最常碰到這種問題... 宣傳集最常碰到這種問題... 欸... 你介紹一下你的專輯... 我覺得超累... 我覺得真的是... 沒有... 因為通常... 我覺得身邊的同事... 也覺得... 也很好玩... 他們都說... 常常跟宣傳都是... 當主持人一問這個問題... 我們都可以幫你回答... 因為就已經... 就是同樣的話... 就一直說... 但是又不得不說啦... 其實... 有時候還是得介紹... 所以... 我想說... 我可以... 怎麼讓他再多一點點小變化... 變化... 對... 可能講... 倒妝劇啊... 數來寶... 數來寶... 今天我發行了自己的專家... 就超超凡... Live... 這招我沒用過耶... 你算是試試看... 對... 偷學... 而且這樣也會很ㄎㄧㄥ... 對... 但... 就是... 宣傳期大概就是... 會被問到這些... 所以其實做Podcast的時候... 我最擔心的反而是說... 因為我自己很討厭一直被問到... 也不能講討厭... 就是... 對於碰到同樣的一些問題... 嗯... 就是... 要必須要再解釋... 就會... 有一點小疲乏... 嗯... 就會怕是... 就會怕是這樣子... 所以就... 所以在做Podcast的時候... 常常會想說... 那我可以... 問什麼別人... 沒有問過的問題... 對... 然後再follow下去那樣子... 其實你今天問的... 都還蠻... 我覺得都還蠻... 蠻新鮮的... 對啊... 今天大家應該對威力安... 又有更深入的了解... 當然對楊世宏... 也是有更深入的了解... 比如說... 阿婆看面的部分... 畢竟我們也是... 打著這個... 地表最ㄎㄧㄧㄥ的Podcast節目... 這個招牌招謠狀片... 所以我們要進入... 每一集大概都會... 毀壞歌手形象的... 一個遊戲的環境... 還能再怎麼毀壞我的形象呢... 等一下我們會抽題目... 然後考對方... 比如說我抽一題... 它上面寫貓... 我就會說... 喵喵喵... 然後威力安就會猜... 我就要猜... 它不一定是物品... 不一定是動物... 不一定是樂器... 也有可能是一個情境... 所以等一下我們進入... 要用聲音表演出來... 對... 我們進入遊戲的時候呢... 就... 大家就會知道... 到底... 會... 發生什麼事情啊... 不知也很緊張... 因為今天題目完全就是... 播下這個平台在整我們的... 哈哈哈哈... 那接下來呢... 就要進入我們的... 遊戲環節喔... 耶... 對啊... 赤虹比我還緊張... 怎麼會是主持人... 哈囉... 每次這個桶子出來... 我就覺得很害怕... 每一集都有這個題目... 都有這個單元... 每一集... 每一個藝人會... 看一下要怎麼玩... 會比較好... 輪流不同的單元... 那我先出題好了... 好...可以可以... 示範一次嘛... 好... 什麼啦... 這什麼啦... 呵呵呵... 好... 好... 那我試著模仿他的聲音喔... 好... 颱風... 颱風... 大... 天氣... 颱風... 是天氣嗎... 天氣... 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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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嘯 海浪 不是 海風 兩個字 兩個字 天氣 天氣相關的 對 天氣相關的 你先停一下 我覺得你快死掉了 殭屍 不是 殭屍 好難喔 天啊 巨浪 不是 颱風 暴風 然後想說插一個字 要不要那麼精準 不用買東西 好 OK 說不定那個字一直在 就是在爆的旁邊 對 然後都沒有到爆上 還是可以學蝦拼ABC 第一個字 第一個字 頂天啊 感覺是一個會 兩張 感覺是一個會那個 會毀壞喉嚨的一個遊戲 喔 這個 這個 火車 火車 好 這一題就是 夏老闆沒有用心喔 太簡單嗎 對 什麼 九歲 九歲 想吐 還沒開始 好 烏鴉 對 是不是很到位 我覺得很到位 有效 有有有 我還蠻會模仿烏鴉 其實我在做Podcast的節目的時候 有時候會有那種 是故意要尬的地方 就比如說 故意尷尬 對 就故意尷尬 然後就有一個小空檔 然後我就想要加烏鴉的聲音 可是我到哪都找不到烏鴉的音效 是喔 所以你就會自己這樣錄烏鴉的聲音在裡面 有的時候會自己想辦法 比如說有一些比如說巫婆的聲音 然後我可能找不到適合的 然後我就會 欸 我覺得你可以自己做一個Sample Pack 對 而且還可以賣錢 烏鴉 巫石 可以賣錢 楊世宏 Volume 1 所有的藝人都在做那種什麼LINE的貼圖 我們就做一個Sample的集 說不定之後還會出現在誰的作品裡面 這樣不錯耶 幫我筆記一下 我收集一金30%就給他 這個要怎麼 現在在在KTV裡面唱歌 唱威力安的新歌這樣 你不用告訴我 他在什麼 喝醉 那唱這個歌的 這個是一個什麼樣的角色 黑道大哥 不是不是 你不用告訴我 他說什麼 這套夢 不是不是不是 他可能跟 就是他有一些 怎麼講 缺陷嗎 不是缺陷 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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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 威力安還有什麼 這樣好嗎 這樣好嗎 一道兩隊 五音不全 五音不全 五音不全的人 謝謝大家 你怎麼把自己的歌告成這樣 謀活出去了啦 我很會模仿五音不全的人唱歌 你也會嗎 你不用告訴我 他算什麼 他算什麼 這場夢太初經不起 被說破 有耶 而且你知道 你後製要做那個echo很大聲 在KTV包廂裡面 而且在唱歌的時候 那個 Layback跟Rush 都要來一點 有 音樂人的小內部梗 微妙微笑 天啊 你Sample Pack又多了一個 五音不全的人 這什麼 這怎麼 很常聽到 可是我不知道怎麼詮釋耶 是嗎 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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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慘 人要怎麼 他有一個 他有一個頻率 啊 尿 小號 尿尿 不是不是不是 在廚房會出現的 廚房 抽油煙機 媽媽 接近了 接近抽油煙機 就是 就是 瓦斯爐 不是不是我們 對對對 瓦斯爐上面會發生 瓦斯漏氣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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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日常可能都會 都會做的事情 啊燒開水 水燒開水 耶 他之後不是會那個 噓 然後後面不會變成 噓噓噓噓噓噓 喔對 你很細耶 噓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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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m 我剛應該會說 我想 проц 他破音一場 威力蓬 你好啊 米老鼠 對對對 小朋友 要不要來看我啊 像這樣 我在東京 有自己的家喔 快點進來我的房間吧 小朋友 你會嗎 你會嗎 你說米老鼠嗎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米老鼠 喔 覺得比我下來了 哈囉 對對對 哈囉 哈囉 你好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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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起來就覺得是鳥鼠嗎 不是啦 我是曾志偉 這種之類的 我來看一下 嗯 喔 嗯 好 這是在 好 這是在廁所會聽 可能會聽到的聲音 廁所 OK 那個叫 那個叫有名詞叫 便秘 便秘對不對 答對了 太細了 對啊 對啊 然後落水聲 空湯 等一下 落水聲 空湯 好像便秘的病患 其實便秘的患者就是 他們的那個會比較扎實一點 水分比較少一點 哦 對對對 蔬菜水果吃比較少 對 塞水纖維比較少 所以大家要記得吃蔬菜 多喝水 要不然你就會 空湯這樣 蛤 這真的很簡單 自窗的話應該要怎麼樣 對不起 自窗 自窗應該是 啊 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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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演繹寫 寫從那個農包裡破 破了 這個OK 這個我 好難喔 又來了 又是便秘 自窗 健身 健身房 呃 舉重 的人 舉重的人 對 健身中舉重的人 是不是還不錯 跟便秘真的是有一舉同工之妙呢 只是沒有礦當 也有礦當啊 就是 礦當啊 氣才丟下來的時候 我已經玩這遊戲 玩套現在有點缺氧 哈哈哈哈 同樣很暈 因為你很投入 好好好 我迅速迅速迅速 來看一下 最後一題 維里安會帶給我們什麼樣的題目呢 這個是 哈哈哈哈 什麼 這個動物 但是我模仿 牠的是一個動物 那我模仿牠的聲音 是某一個梗圖 一個搞笑影片裡面 它的聲音 蛤 蛤 蛤 那個尖叫山羊 尖叫山羊 山羊那個是真的他的聲音 這個是人幫他配的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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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聽 聽看 耶 這應該可以吧 就是我講了好多次 其實我們今天聊天的內容 也有一直介紹這張專輯 就很多我生命當中的這些聲音 然後這些歌也都 算是我精心挑選的吧 因為其實為了這張專輯 我寫了大概二十幾首歌 然後最後去挑大概 真的是差不多一半 那樣子就精挑細選 然後也有跟 有一首本來製作的 找劍錡老師做 結果都做完了 然後後來覺得說 實在不知道 就是塞不進去 不知道放在哪 對對對 所以就先歌著 可能以後可以讓大家聽到 對 但大家可以先來聽這張 Sounds of My Life 希望大家都喜歡啦 大家也期待一下 這首還沒有公開過的 的單曲 我自己很喜歡 我覺得很好聽 然後接下來的計畫 今年的規劃 當然因為疫情 疫情可能有比較暫緩了啦 所以我們現在也在討論 有沒有一些現場 跟大家見面的機會 希望可以 但是其實 我先把就是 也不能講醜話 就是現實的層面跟大家說 因為前面疫情 所有的演出都取消 對 所以大家的演唱會都往後移 所以可能場地很難 瞧到 對 所以就是 現在我們也在努力看看 可以怎麼樣 可能用別的形式啊 跟大家見面 那希望也還是 那如果就算 就是 同時這件事情在做 我自己也在想說 接下來我的作品 要做什麼 對 就有一些想法 慢慢開始動這樣子 所以也期待一下 維里安 接下來 她今年度 還會有什麼樣的動作 然後也期待 接下來維里安 新的音樂作品 然後除了追蹤 維里安的這些東西 反正你們應該已經追蹤了 不要忘記去追蹤 維里安手的IG喔 一邊看著她的手 一邊聽她的Podcast 雙重享受 一次滿足 以上就是今天說說說說說 說你愛音樂的內容啦 我們下下週 新的集數 再見 掰掰 Yeah 嗨大家好 我是維里安 維里安 哈囉大家好 我是維里安 很開心 能夠訪問到 我的偶像 我的指尿布 現在應該已經 直接要去換了 安安指尿布 你看 如果喜歡 我們說說說說 說你愛音樂的節目內容的話 請按讚 訂閱 開啟 下 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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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